我们回来给你炖排骨来了 回来给我炖排骨 他叫的洞都不一样 看你建计洞 你看他没照样 就这么两个 那上面带肉不全都是骨头 肉 你就是两根的吧 有树的 我还说呢 我昨天拿了一大坨怎么 他已经以为都是排骨 我以为都是排骨的 上面有肉 就是正常是四根 我加两根你加两根 你干啥呢 干啥呢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 你这是中午起 不对 中午起来 那中午起 多塞太阳 人家不说吗 多塞太阳不在 炒排骨 咱这回来说整排骨 就整排骨 但是我觉得那排骨 我真以为那排骨 是那么一大事的 结果剩下来 我看冰箱里面全是肉 全是肉 就两条排骨好像 整的 我刚才我还跟奶说呢 我说 我说那个你整一大锅 然后我就给你整个一小盆 一小盆 给你分到冻冰箱里 你啥时候想吃 你就拿来烫一口 这还不够一顿的 我告诉你件事啊 好像低于点了 没有 你感受一下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 但好像问题又不大 就翻吧一下就完事了 对 添点酸 等等这个开了放在锅里 还直接就可以放 开了 开了开了不快 放锅压锅里 放锅压锅 就在玩 我跟你讲 正常 就12分钟 但是 我想给它多压一会儿 就给它压的 烂烂的那种 软烂脱骨 脱骨的那种 那可能要15分钟左右吧 多压一会儿没有事 对啊 主要是奶吃着玩吧 太费劲了 所以呢 我就决定给它多压一会儿 多压一会儿吧 多压一会儿吧 看谁要 哎 你这还有卤圈呢 哎呀 必须的 没这玩 你这个咋回事做呀 扣上盖就好了呗 扣上盖就好了呗 扣上盖怎么事 这都危险不 这个 有点点 这个好像比那样的危险 垫的 这个能强点 嗯 因为你看看它是俩卡的 我们以前用那种呢 嗯 那个 拔手的那种比较危险 拔手的那种 拔手那个不拔手 我的天 你慢点 哎 这好了呗 再来 土豆呢 我这壶给你拿 行 哎呦我天 你这捞一张呢还是怎么的啊 你这不捞一张呢 一张呢 我奶奶那边也太大了 啥时候能捞好 我那排骨快完事了 你土豆还能搞排骨完事了 嗯 还有几分钟 来土豆搞里头 好 搞里头就完事了呗 就完事了 你管 嗯 嗯 这就贴上了 来来来 贴上来 大饼 好了吗 好嘞 排骨软乱脱骨了吗 你看这都脱骨了 这骨子搁这儿呢 你这你要再不脱骨 那就压了 再用长时间再不脱骨 就麻烦了 出锅吧 嗯 就我奶奶说脚不动 就走不过去了 看汗了 你怎么还说了 双手指头呢 好 你偷吃啥了 脖子 奶奶你这饼也挺快呀 嗯 我得麻 最后这张怎么这么大 这饼也这饼面 我给你摔 这饼看着真好 嗯 好香呀 成花的 奶奶你快尝尝你孙能给你炖的排骨 我本来想给你炖成一盘盆盆给你放肥仰动你 你就拖这两块 下回再来做 你这回你要再说咬不烂 我没着 då 我这压了好几年 下回再来看的个市场上溜的 看谁家猪大老头牌挖回来 咱过年不都烙半参煮吗 你尝尝那脱骨的 煮一瘦的奶奶还嚼不动 不 这都那个什么 你夹着吃 你看这都像奶奶吃多少 那个骨头 那是骨头 你知道干啥奶奶吃 这块我刚刚一家 你看这块都没有骨头 就是烂火 我这压了挺长时间的 再烂火没一量 就那小胃口 那你不是能咬动吗 能咬动也就是一块两块 夹着吃 你吃 你不用管他 都不好吃了 奶奶不喝去 你奶奶并不是多喜欢肉 反正你吃饭不糊弄就行